东坡肉的传说 苏东坡在杭州做刺食的时候 治理了西湖 替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 西湖治理后 刺州的田地就不怕烙 也不愁汉了 这一年就风调雨顺 杭州四乡的庄稼得了大分收 老百姓感谢苏东坡治理西湖 到过年的时候 大家就抬猪淡酒来给他拜年 苏东坡收到很多猪肉 就叫人把它切成方块 烧得红红的 然后按治理西湖的民工发明册 每加一块 将肉分送给他们过年 太平的年头 家家户户 过得好快活 这时候 如见苏东坡 差人送肉来 大家更是高兴 老的笑 小的跳 人人都夸苏东坡 是个贤明的父母官 并把他送来的肉 叫做东坡肉 那时杭州有家大菜馆 菜馆老板见人们都夸说东坡肉 就和厨师商量 把猪肉切成方块 烧得红酥酥的 挂出牌子 也取名东坡肉 这新菜一出 这家菜馆的生意就兴隆极了 从早到晚 客户不断 每天杀石头猪 还不够卖呢 别的菜馆老板 看得眼红 也学着做起来 一时间 不论大小菜馆 家家都有东坡肉了 最后 经过同行公认 就把东坡肉 定为杭州的第一道名菜